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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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金 here 我是大金 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 Hellia的新的0.17的更新内容 首先呢就是我们服装类的更新 这次的更新叫做 Spooky Moon Set 也就是恐怖的月光服装 那服装的部分呢总共有三套 Stately Sage Student 还有Vampiric 都是裤装 另外一个更新呢 让大家非常的兴奋的一个更新 也就是我们的 矿工帅霸 Hodari 单亲爸爸开启的 跟玩家的罗曼史 不要忘记带着你的巧克力 然后就可以给Hodari一个礼物 然后开启你跟Hodari的Romance 那这一次的更新呢 还有包括了就是上次提到的 障碍赛练习场 那障碍赛练习场的小游戏呢 可以从Black Market就是黑市的其中一个坏掉的游戏机里面进入 那我个人试过了之后呢觉得这个Obstacle Course还真的有点难度 有兴趣的玩家可以就是花时间玩一下 那还有呢就是针对Halloween 那他们目前呢也推出了一个万圣节的活动 那收银台的话呢是在Jell的服装店的后面 你可以找到Spooking Moon Store 有兴趣的玩家钱包准备好 那每一个东西都还蛮便宜的 那另外一个更新是Flare Arrow 所以说呢玩家现在直接呢 可以跟Hasan买Flare Arrow的Recipe 那Flare Arrow的话会在空中停留一分钟 材料呢也非常的简单 那还有呢其他像是QOL生活品质的更新 工作站来讲的话呢 你可以就是按照A到Z的方式排序 或者是Ready to Craft or Never Crafted来排序 这样子的话可以很容易的找到 还没有做的家具 在制作任何的东西的时候 可以取消他们家的取消键 另外一个生活品质的更新 也就是终于橱窗室内的柜子 现在都可以把门打开再关起来 这样子的话就解决了 没有办法把物件摆入的问题 Very cool 这次更新还有增加了四个有可能会得到的家具 也就是Valley Sunrise的家具组 但是这些家具组呢并不是可以制作的 那这个是要使用Lucky Coin 随机得到的奖品 还有一个在这次更新增加的Proximity Chat 多了一个Nearby 所以呢任何人在你的附近 那你都可以Chat 那还有一些其他的小热修 像是寿司的师谱终于可以给大家 钓鱼到得到了 然后还有修复了就在做寿司的时候会卡卡的情况 那还有在捕捉昆虫的时候呢 如果组队捕捉昆虫使用了烟雾弹 那之前有就是没有办法全部的人都可以 捡到昆虫的情况 那这个部分也是修复了 那还有呢现在呢像是魔法路的路角 现在会出现星级的路角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小小的修复的地方 那最后呢这一次的更新 他们也把整个游戏的质感画面做了一点提升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That's it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话 请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我是大金 I'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你说哭笑常常陪着你 在一起有点绵长 该不该现在修复我 不想太多 我想一定是我 听错弄错 搞错 拜托 我想是你的脑 I'll see you next time